準週少昆林前陣子到內地 參加綜藝節目羽形共舞 大秀國標舞 而且去了解美籍的酬勞 還是二十萬人民幣 現在昆林又有新戲要上檔 在劇中飾演酷酷角色的他 還與兩位男演員有情感對手戲 對 然後在戲裡面 就非常非常喜歡雨虹 他在戲裡面的角色 但他都是不喜歡我 我就是不明白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 你怎麼樣討他歡心嗎 我就是想盡全力就是 模仿哎呦不錯 怎麼能做的我都做 那你覺得這個角色像自己嗎 這個角色我覺得有一半的自己 一半不是自己 就是可能拿自己比較酷的那一面 出來演這個角色 明年1月18日 昆林還要和天王周杰倫結婚 真可說是愛情事業兩得意 周杰倫在發片記者會上表示 將來生小孩想要組成一個樂團 而要組一個樂團最少要五個人 媒體就問昆林周杰倫想生五個 孩子是否可以接受 所以就順其自然 對 如果我生得出來的話 周杰倫承認在英國向昆林下跪求婚 還放煙火製造浪漫驚喜 讓昆林感動落淚 但被問到求婚現場的狀況 昆林卻沒有透露許多詳細過程 就一般女生都會很感動 我當時的感覺怎麼樣 煙火還蠻震撼的 其實是整個環境讓人很感動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